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中的声纳无童 捞走无用的端子 究竟是真是假 今天虎牛就和大家聊聊水下监听的那些事 前些年坊间盛传 时不时就来南海晃悠的某国电子侦察船上 居然涂着硕大的标语 声纳无童 捞走无用 据说是因为该国的电子侦察船经常是前面放下拖叶式声纳 大批渔民就开始在后面捞 捞上来就割断连接线 回家卖钱去了 南海一度上演间谍船拖着六七艘渔船 乘风破浪奋勇前进的和谐场面 路边设的这些惊人内幕 大家当段子听听就好 不过这里面提到的某国间谍船和声纳可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严重干扰着我国海军水下力量的建设发展 众所周知 海水是电磁波的不良介质 水下监视基本上只能依赖水声技术进行 随着现代潜艇目标强度和噪声的逐步降低 对潜可信监视范围不过数十海里 一旦潜艇进入广阔海域 再想找到如同大海捞针 不过 潜艇要想出海作战 必然要先从基地出发 这个时候的潜艇受制于航路限制 十分容易被监视 因此 体系反潜的根本方法就是源头发现 源头发现一般通过海洋监视卫星 固定是水声监视网络和水声情报船 大洋监视船来实现 潜艇水下监听系统首推美国的音响监视阵列系统 借助数以千计的水下监听器 任何地方发出的声波 只要进入这个阵列系统的范围 都会被水下监听装置察觉并进行定位 起初 音响监视阵列系统主要安置在美国东海岸外缘的大陆架上 随后向全球扩散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在亚太头号盟友日本配合下 美军将该系统的覆盖范围 从阿留申群岛延伸到冲绳附近 欲借此掌握苏联太平洋舰队核潜艇进出太平洋的情况 美军水下监听系统将触角延伸到东亚后 立刻让美日的搜潜能力提升了一个等级 1978年 两艘苏联667型核潜艇 试图突破毗邻日本北海道的宗谷海峡 很快被美军发现 美国防务系统立即产生连锁反应 大批反潜机蜂拥而至 苏联潜艇只得退比三射 冷战时期 美苏水下斗法成就了无数经典案例 作为战斗民族 苏军潜艇部队为摆脱美军跟踪 创造出的一种独门秘技 让美军心境胆战 在米彩虎微信回复水下斗法 查看美苏潜艇部队曾经的激烈交锋 除了水下的固定城 被渔民捞走的声纳同样不容忽视 2009年在南海被我国渔民驱离的无暇号间谍船 就是大洋监视船的典型代表 这种间谍船既可以通过 拖夜市主被动声纳进行实时探测 还可以在重要航道投送水下监视器 经过长期不间断的收集活动 过往的水面舰船和水下航行物的升学特征 被分为记录 此后如相同的目标再度出现 就能迅速排名其属性 实现对固定城的机动补充 有没有同我们不清楚 但这种东西对潜艇的威胁是一定存在的 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 渔民们捞出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样 前段时间在某海域被打捞的某国水下无人滑翔机 代表了新时代反潜搜潜的新风向 携带水深探测设备的无人滑翔机 通过渔卫星的实时数据传输 可以实现对目标海域的远程监测乃至攻击 和平时期的水下情报对抗 更加复杂多变 无人化还解决了固定阵列的致命不足 毕竟传统固定阵列需要电缆进行供电 苏联当年对付水下监听系统的办法 就是用拖网渔船勾住水下电缆 并派出特种潜艇告出转友 寻找升学传感器的位置 窃听者面对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也变得手足无措 作为爱好和平的民族 我们不会也没有必要不远万里 去别国门口铺设监听系统 但这也不意味着 我们面对域外势力监听 无动于衷 2014年5月8日 第九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上 中国自行研制的光纤水听计阵列公开亮相 展现了中国海底监听技术 以及反潜作战能力的世界级水平 今年6月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城就展上 一套完整的水下监听系统模型低调显身 中国捍卫海权的能力金飞昔比 中国的海江不再是域外势力随意进出的天堂